連續兩個星期帶大家去吃自助餐 不如今天吃三道菜的西餐吧 全靠同事介紹 我們才認識這間餐廳 食物的價錢不會太貴 最重要是有美景看 無論你是在拍拖 不知道去哪裡吃飯 還是紀念日想找個地方慶祝一下 都一定不能錯過今集的 別說太多了 快點和我們一起找吃吧 大家好,我是沛 我是泰莉 今天來到海港城,海運大廈的盡頭 這裡幾年前才擴建完成 幾層都是餐廳 我們是去位於四樓的Pauco 最大賣點當然是個大包圍的海景 基本上每一張桌子都能看到美景 外面還有座位和太陽傘 如果好天應該可以坐出去 上次是同事帶我來吃晚餐的 當然價錢會比較貴 但是菜式會比較複雜 好多一點 意粉當中最名貴的是 Signature Spaghetti 是498元的 它是配24個月的Parmesan Cheese 廚師會即場在一大塊芝士裡拌意粉 這樣還未夠誇 你可以加200元 直接削黑松露下去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試 好多一點 而且Sign也不會介紹最貴的菜式 它都是推薦我們肉類最便宜的 慢煮黃雞配牛肝滾泡沫 始終肉眼和羊架平日都經常見 但好吃多汁的雞真的難得 如果你不知道叫什麼好的話 都可以跟Sign聊一下 意大利飯方面我吃了Chiro Risotto 就有烤蠔和蟹肉在上面 喜歡吃海鮮的話 可以點這個 前菜試了紅蝦Carpaccio 即是意大利版的刺身 就是配牛油果醬和蔥油 甜品據聞最受歡迎的是Sofre 可惜我當晚是賣光的 希望下次有機會吃到 說回今天 我們有預先訂桌子 兩個人都坐到一張大小小的圓桌 一坐下還叫了一支氣泡水 這個是午餐的餐單 有興趣開放下慢慢看 如果只要一個頭盤是$328 就算加上一 都只是$360有找 兩個頭盤就是$398 它本身包一個試日甜品 加$88就可以在菜單裡 任選一個甜品 這裡是西餐必備的餐包 這款麵包外面佈滿了麵粉 但其實它是外脆內軟的 可以配上醋和橄欖油 可以配上醋和橄欖油 這款脆片表面 灑了些parmesan芝士 這個夠鹹就不用點汁了 說這麼快就來了兩個前菜了 我就要了cremes with seafood sauce 和其說是sauce 與其說是sauce 不如說是湯 很濃郁的 蜆小隻得來 但是很飽滿 當然也很鮮味 還送你一片蒜蓉包 不要浪費了碗湯 我便要了八爪魚沙律 因為上次晚餐 都吃了一個類似的前菜 都挺好吃的 所以就吃過一尋味吧 八爪魚是輕微烤過的 表面有點洞 而裏面還是很水潤的 很容易就咬得開 因為燒烤過 將本身的八爪魚味又再提升了 喂 這麼大隻碟 只有兩粒菜 原來是要等試應即場倒湯的 這個試日餐湯很甜 很creamy 不要當它是堅密的東西 懶得漂亮 因為蟹肉汁是後期鮮軟 椰菜花就不會太過黃 保持到色澤 至於湯裡面的蟹肉 還吃到一絲絲 唯有缺點就是它是試日餐湯 就算再去都未必吃到 主菜我要了pan fried chillian sea bass with lobster sauce 要額外加88元 但是絕對值得 陳皮已經煎成一塊脆皮 咬下去爽爽聲 跟魚肉形成對比 這隻魚本身的油脂也很豐富 有種融化在你口裡的感覺 當然火候也控制得很好 肉質才可以這麼暖化 真是不捨得這麼快吃光 黃色這一堆以為又是薯蓉 不起見到一粒粒 有些火粒感 原來是粟米粥來的 甜甜的 至於我這一份是 是spaghetti with shrimp in golden garlic cream sauce 有整四隻蝦 都幾多的 蒜蓉主要鋪在蝦上面 煎脆了 另外它也有落牛油去煎 牛油配蒜蓉一定是非常香口 至於意粉就普通一點 在香港要吃到類似的質素也不難 白汁雖然挺稠 但吃起來也不會激口 最後就上了甜品了 生日飯怎麼可以吃一頓這麼少呢 這一款是跟餐的試日甜品 一共可以吃到幾種口感的芒果味 四四方方那一塊是panda cotta 可以混在底下的脆片一起吃 雪巴是酸酸的 上面淋了些芒果醬 還灑了些開心果碎 吃起來很豐富 另一款甜品我們就加了88元的fillo 如果是忠實觀眾 有看到我們介紹的中環半方題 應該都會記得 這款pastry的特點就是有很多層 堆疊出鬆化的口感 你看我們一切開 就會分裂成很多塊碎片 還可以淋上蘑菇拿汁 即是平時用來淋麵包布丁那種 Fillo的牛油味不會很重 不會很搶 依然吃到裡面蘋果用的味道 旁邊還有一個雪糕球 配合一起就是冰火的口感 就算了 如果看景未看夠 可以去上一層繼續看 大家都知道 這裡的天台停車場 一直都是打卡勝地 去年郭富城和許冠傑 都在那裡開網上演唱會 最後我們埋單價是1144元 因為主菜和甜品都加了錢 另外我們還叫了一支68元的遊戲水 所以就會貴了一點點 我們臨走還看到餐廳已經準備好下午茶 對著海景打卡應該都挺Chill的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看完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